有初階班、进修班跟实战班 那初階班会在10月8号的礼拜六 早上9点到12点开始上课 进修班会从11月开始 然后12月两个月的时间 那实战班会在明年的1月份 这个课程其实它有7大的特色 我们这不看盘投资的课程 就有7大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 我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目前的 台湾目前市场中唯一一个 可以教导投资人完整企业价值的 一个财报分析的课程 我相信市面上没有一个课程 是可以这么完整地 在教导大家企业价值 尤其从财报的角度去做评量 这就是我们不看盘投资课程的 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就是从出街到进街 然后深入浅出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投资的新手还是老手 应该都可以很快地入手 第三个特色啊 就是我们上课的学员 都可以独家地获得 一个架构那你去了解怎么去计算企业价值 这个计算过程中 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个 Excel的档案 这个Excel档案 就是他们就会有几个栏位 你要去找到相关的数字 把它填进去之后 那就会得出 你要的企业价值的部分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个特色 就是学员可以独家获得 千荣老师精心设计的这个Excel档 这会帮助你在企业评价化繁为减 第四个特色就是我们是完全采取线上的直播教学 然后这个内容可以重复观看90天 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受时间跟地点的限制 可以帮助大家学好学满不加价 听一遍不懂没关系 你可以听两遍 两遍不懂没关系 可以再听三遍多听几遍 你相信应该就会有一些概念 那因为它是线上教学的 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受到时间跟地点的限制 那第五个特色就是我们会采取FB的社团 跟RoomMe双平台的一个互动教学 会去帮助我们的学员重点的资料 可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可以让你很快的去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重点 第六个特色就是你在9月14号以前报名的话 那我们会多加证四堂前导的课程的直播 这个四堂前导课程的直播会由千文老师亲自来带同学来引进财报分析之门 那我们这个四堂前导课程的直播这个我们预计会在9月14号 礼拜三晚上的9点到9点半 然后9月28号礼拜三的晚上9点到9点半 9月21号跟10月5号这四周连续四周的部分 你只要报名这个不看盘的获利投资数的学员 都可以加证这个四堂的前导课的直播 那在9月14号以前报名我们的助教我们的客服 就会引导你进入到我们的FB的社团 引导你进入到我们RoomMe的包厢这里面 其实都是我们之后线上教学上课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的讲义也会放在上面 然后同学有什么问题 也会统整在一个留言区里面 我们会统一的去回复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Excel档嘛 Excel档也会放在上面 每堂课的课程的简报也会放在上面 然后这里面就提供了一个FB社团跟RoomMe 这两个的一个教学互动的平台 那大家记得要在9月14号以前报名 就可以来参加这四堂 而且是免费参加这四堂的前导课程 那这前导课程要上什么 我会预备一些功课 然后预备一些让大家学习的东西 让你可以在进入到正式的课程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进入状况 至于普看盘投资的课程的第七大特色 就是你现在只要三班合购 你就可以立即享有七折的优惠 不仅可以现省8100元 更可以用4个月的时间去培养一辈子受用的赢家策略 因为如果你三班合购 那你的课程会从10月份上到1月份 所以这横跨这四个月的时间 那我相信你给自己四个月的时间 去培养一个可以让你一辈子受用的赢家策略 我相信这样子的投资是非常的值得的 那如果同学有意报名这个课程 那如果订购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可以失去我们的小编 我们小编是宋国强John 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2-2702-9139 然后分机174去协助处理 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课程中能够有些收获 那我一年就开这么一次的课 群创 3481的群创 那群创在8月24号是收在11.9 那我刚才有说我有看到它触及的这个记录 这边可以点进去看 这边有触及记录 那这边有一个咸鱼翻身 那群创大概在今年的7月12号开始 就在上个月前就开始触及了这个美股青算价值 当时它的股价是10.35元 因为这个算是最近投资了很多蛮去关心的一档标的面板股 这边有即时量价分析跟K线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量价的部分 刚才有提到说我们标股金APP里面有提供 近3日近5日近10日近20日近60日近120天跟近240天 那我们看近240天 那群创目前价格在12块这个地方嘛 那它的最大的成交量是落在这个地方 所以落在大概17块左右 所以目前看起来16.35有47万张 白色的地方都有它的这个价格多少张 那这地方就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压力区 所以它在这一波上涨 第一个压力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会遇到压力13到14 那第二个压力就是16到17 那这个压力是最大 那所以目前股价在这个下面 所以它应该在这个13到10这边会遇到一定的压力 然后一样点分析 分析之后我们看这个精英检测 精英检测它就有出现了 刚才有提到说这个脸嘛 这个笑脸 那这个笑脸这个连久连续9年都可以配发股利 那赚的话是最近8季是获利的 然后笑脸就是它的周NACD油率翻红 那我们看到连久就是连续9年揭发股利 最近一年股利为1.05元 然后赚代表累积的8季是正数 最近是亏的 然后表情是大笑 周NACD油率翻红 那周NACD我们就点击去看K线 K线看到这波从19点多跌到10块钱 然后都一律律律律律律嘛 但是这一周从这周开始 那如果这个继续维持到周五 那它的这个柱状体就正式的油率翻红 那从技术分析的中期的指标 其实就开始偏多了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财务 那它的营收其实还是衰退 因为最近的面板的报价不是很好 还在衰退 那EPS EPS的部分最近一季亏钱 最近一季亏了0.45元 然后它赚钱好的时候可以赚到2块 单一季可以赚2块 不好的时候会亏到0.45 甚至你看它先前2020年的时候 还亏0.5亏0.5 0.7 0.3 所以从这个获利的起伏来看 就很明显这个群创就是明显的景气循环股 所谓的景气循环股啊 其实你在操作上的时候 你的原则是什么 原则其实就是要买在高本益比 然后卖在低本益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个是景气循环股操作的一个纪律跟铁律 那股利的部分 近10年的平均股利是0.4 然后殖利率目前大概是3%左右 以近10年的平均啊 那如果还以它新的股利来看的话 殖利率当然很高 但是因为它是景气循环股 所以你不能看单一年度 你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来平均 那我们标股金APP是用近10年的一个平均来呈现 那近10年平均大概3.1 所以你投资群创人应该不是看它的高殖利率 而是希望它的转机 获利的部分 你看它的毛利率也是 景气不好的时候毛利率是1% 然后景气好的时候可以来到33% 所以它是非常明显的高度的受景气循环 就是面板好的时候可以赚很多钱 面板产业不好的时候会赔很多钱的一个标的 所以在这过程中其实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就是用转机股去做投资的一个思维 转机股 那转机股的思维就进入到咸鱼翻身 我们刚才讲它的这个触及的策略 触及的记录就是有一个叫咸鱼翻身 就是我们现在问市场所有人都可以认同 面板现在变一条咸鱼了 那这条咸鱼会不会翻身呢 那一旦能够翻身 那基本上它就能创造出不错的一些利润的效果 那这个这就是一个可以考量的 好那从此之外我们再回到这个 看一下它的最近的看一下K线好了 标股型APP里面除了有短天期的跟长天期的平均成本线之外 短均就是近5日近10日近20日嘛 那长均的话就是近60日近120日跟近240日 那除了之外我们还会有阻力的成本线 那我们看到阻力成本线 最近的阻力买群创的成本大概在11.12 然后还有外资的成本线 外资的成本是在11.24 然后除了之后还有投信的成本 投信的成本在11.92 所以现在大概目前群创的股价如果用外资来看 外资的成本是在11.24 所以才刚刚越过外资的成本线之上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有利的 那另外我们就大股东的面向来看 大股东的面向来看 那我们标股型APP里面就是有持股超过100张 200张400张600张800张1000张的都算是大股东 那在食物的经验中我们会去检视大概持股400张以上的 叫大股东 然后在10张以下的是小股东 我们看到最近大股东跟小股东的变化 大股东有买有卖 不过买的比卖的还多 反而小股东在最近三周是持续的在卖潮 所以可能很多小股东已经对群创失去耐心了 反而大股东在这个最近这三周是有明显的去接回来 像8月5号这一周买了2万张 8月12号买了4万4千张 那8月19号这一周现在目前是调节了1000多张 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正的大概6万多张 那跟小股东在卖来比 其实好像就筹码结构来看 他已经开始筹码已经有利于开始拼向大股东了 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平均张数 就是目前每一个股东持有群创的股票的张数 那这个也开始走深了 开始走深了 这个的常常跟股价是高度的正相关 张数已经来到17.31张了 那跟今年3月份时候的只有16张来比 其实开始上升 就是在筹码分析中有一个概念 就是筹码如果掌握在大股东手上 再大的利空股价都不会跌 但是如果筹码都掌握在小股东身上 再大的利多股价都涨不起来 这就是在市场的一个常常会讲的一堆段话 那这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另外我们这个筹码还有一个分点嘛 分点的部分我们看最近这60天 有没有哪个分点最近在买 买在最低的是11.57 国泰中和在过去60天买了12000多张 而且买的成本是前15大股东 前15大分点中最低的 所以它就可以视为是它的赢家分点 那你接下来就可以去追踪 国泰中和 你看看它买的还蛮漂亮 跌下来的时候 先前没有买嘛 跌下来的时候开始买 然后要准备涨之前它也开始买 开始买 而且是买蛮多的 所以就可以留意 这个国泰中和这个分点 它接下来的这个进出的状况 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股价的部分嘛 那河流图 标股金APP的河流图里面就 近60日 近120日 跟近240天 那最近我们都是看近60天的 那我们点进去看 最近就近子笔的角度来看 哇 红色的曲线是股价走势 然后紫色的是昂贵 粉红色的是合理 浅蓝色是便宜 深蓝色是特价 先前群创的股价跌到特价 跌到10.54元 这个已经到了跳楼大拍卖了 对啊 那最近又开始弹升 那弹升到看起来应该12.15以上 就会脱离特价区 进入到便宜 所以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便宜的区间 OK 好 那除此之外我们看一下这个PEG PEG里面有功能是预估EPS 大家可以使用的 就是我们常会想要了解这家公司 它今年会获利多少钱 或未来这一年可以预估多少钱 那我们标股基因APP里面有一个财报的一个计算的功能 可以去协助大家去看 你手张的股票未来的获利会入来多少 那群创来看标股基因显示是1.63 所以对照相目前股价来看 其实还算是蛮合理的一个状况 这个PEG里面的预估EPS 大家同学要记得去看 记得要去看 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当然就是新闻嘛 有什么新闻 我开始有些正面的新闻出来了 就是群创明年的展望开始正向 哇 然后景气Q4将触底 哇 那如果你想要看它的原文 就是新闻的原文就点进去阅读原文 想读原文 那就可以看到它的新闻的状况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群创目前看起来是已经 已经明显的从这个先前的谷底开始翻扬 所以不管从筹码面 从技术面 或者是从一些财报面的角度来讲 铜板啦 铜板10块钱的股票 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像面板股是很早去年的5月份 就是当市场非常看好面板的时候 那时候群创在群创友达那时候 都大家都觉得他一年赚个五六块没问题 那时候股价在二十几块很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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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很早说面板将要翻空的 那当初我的论点就是看到群创友达跟彩晶三档面板的指标个股 同步的月KD出现了高档死亡交叉 所以在去年5月份提出这样的观念 就是这里 这个是群创嘛 这个是月KD 这边有日、周、月 同学有问说月KD要去哪里找 调到这个月的部分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就有成交量 有KD跟NACD 周的话是看NACD 然后月的话是看月KD 这是我自己的习惯提供给大家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红色的是月K,蓝色的是月D 然后去年的5月31号 月K80.12月D81.9是正式的死亡交叉 所以我是去年的5月的时候 5月底的时候在整理那个月KD指标的时候 发现群创友达跟彩晶同步的月KD高档死亡交叉 所以那时候我是率先在市场中提出面板股 应该要小心了 对啊,那现在这一波这样跌下来嘛 我已经经过了好长时间 去年的5月 已经一年4个月了,一年5个月了 那他现在月KD好像也要试着想要黄金交叉了 他现在用目前的月KD已经 已经12.12,14.54 所以可能还要,这个月还要再加油一下 他还没办法黄金交叉 然后再搭配其他的一些指标 那相信就可以去帮助同学 其实去找一些低价的潜力好股 好,那 刚刚所呈现的这个画面啊 是标股基因APP的画面 然后我跟大家推荐 其实我们标股基因APP啊 其实它是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 唯一一个财报AI的一个APP 真的非常的物超所值啦 那我们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月费的方案 月费方案是每个月1280元 那或者你可以用年费的方案 年费是12,800元 换言之大概就是买10个月会送两个月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送25堂财报魔法班的一个课程 所以如果同学对于刚才所 信用老师所使用的APP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有这个 两个订购的方案给大家选择 那处在这年费的方案的部分啊 其实刚才有提到 除了买10个月送两个月的优惠之外 他还加证了25堂财报魔法班的课程 这不是我上的 是由我们的专业的助教 会用一天一堂一天一堂的方式 去帮助同学去建立起一些 对投资的一些基本的认识 教你怎么去看EPS 教你怎么去看现金殖利率 教你怎么去看股东权益报酬率 教你怎么看合约负债 教你怎么去看负债比例这些等等 那25堂课 这个非常物超所值 那现在还会加码这个 投资的先导的影音课程 那除此之外 这个线上的课程啊 其实它可以让你重复观看无限次 直到你学好学满不加价 25堂的财报魔法也会有重点的 讲义跟重点的字卡 一年后到期你还可以享有 超级优惠的续定价 每个月880元 这个也比这个每个月1280元 还便宜上许多 所以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对我们的 这个表情APP 有兴趣或想要进一步再多了解的 那你也可以先加入这个免费的赖群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那你可以去 在这里面会有我们的专业的助教 去提供一些商品的一些介绍 那除此之外 加入这个赖群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赢家的观点 台股有交易日的下午2点 下午5点 或下午8点 这三个时段的附近 会分享一些影音的观点 文字的观点 去让投资人可以一点一滴的去建立起 对股票投资的一些正确的认识 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 可以先加入这个免费的赖群